下一位是益白 益白是要分享一下 插畫的一些心路歷程 嗯 Hello 大家好 我是麵包廚的作者 大家可以叫我一把 那我現在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粉絲團 因為應該很多人沒有評過 那我粉絲團是在今年一月的時候成立的 那他到現在大概是有17000多位粉絲 那我主要是粉絲團是在分享圖文的部分 那很多人會跟我說 就是欸你這樣成長得很快啊什麼的 很多人會跟我說就是你這樣速度很快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講就是 其實我之前努力蠻久的 那我跟大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創作就是從 之前開始後話到現在的過程 那就是他現在是我最近參加的展覽 可能是這次 就是台北 台北玩具展 國際台北玩具展 然後還有在 台中中有的展覽 那我禮拜日會在台大體育館跟插畫師協會 他們的就是也可以看到我 那 這我是先講一下我開始創作的部分 我是在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那走到接觸到繪畫那很喜歡 那我三年級就借美術班就讀 那國小美術班其實就是很多元的 就是你們想到所有關於美術科的東西 我們都有學到 可能像是紫年土陶土 就是算是我會覺得是給我一個基礎 那因為讀得很開心 所以我國中也繼續讀 但是在我之後會離開美術科系是因為我 國三那個時候就是又要準備考試 然後因為我們老師為了要讓我們就是 高中可以順利的繼續在這個美術班裡面 就是可以考上 那我們就會偏比較偏考試類型 那我那時候是覺得好像自己有點不喜歡畫畫了 那我想說那我高中就比較這樣讀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好像不是那麼喜歡 那之後我高中讀朋友班 然後那個時候我是想說那我嘗試試看學電腦繪圖 然後就是一直畫到現在的電腦繪圖 然後在高中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無名小站 那大家都知道彎彎嘛 就是那時候就是一大票 我們就是開始用圖文 然後我當然也在其中 然後那個時候就努力一段時間 我一直換換了很 因為那個時候剛開始我半分之外 我會就是半部落格會有一個迷思 我會覺得那我今天要先定位好 我會想說那我今天要分享 比如說我是漫畫類型的還是什麼類型的 那我會覺得我要這樣定位好 然後這樣花下去 所以我每次可能在做事情之前 會想很久 然後之後可能畫到一半覺得 欸這不是我喜歡的 那我又把它刪掉換另外一個部落格 那我會覺得這在其中就流失掉很多支持你的人 所以我會覺得其實 嗯你的一些經驗 一些小痕跡其實是可以留下來的 像我覺得很多時候可能 像比如說你今天要放一個粉絲 我覺得其實你是不必先 在半開始就先定位好 你這個粉絲還是要做什麼 我覺得那是可以試的 像大家可能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馬來摩 所以他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 哇他也是好快 在Facebook馬上都起來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在無名小站也是好長一陣子 就是努力很久 然後也是一直到現在才有這樣的成果 所以我也覺得其實就是還 就是大家都很辛苦 那我會到心理系的原因是 那時候指考 我本來是已經決定 我大學要讀設計系 然後指考那時候 放榜的時候 就是有點沒有填好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到了心理系 那剛開始我是還蠻難過 然後我想說 我一定要轉系 但之後因為就是你要轉學考 你還是要等到就是大二 那我剛剛大一接觸了 就是一年的心理系 那我是覺得 其實他跟就是設計很多是相關的 因為心理系 心理系其實是 我們老師就會說 我們讀心理系 不用特別需要什麼 就是要有同理心 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 同理心 那同理心就是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 那我會覺得這個原理 其實可以用在各種方 各種方向上 包括可能你在網頁設計 或是在商業上 你想一下消費者會怎麼想 那消費者看到東西會想要買嗎 他會覺得你只是在學習 宣傳嗎 那我會覺得這其實都是可以應用的 那我到了暑假到就是 米蘭數位時期 它是一間網路廣告公司 大家可能有看過他們的作品 像是在YouTube上 海尼根的東西 然後現在在台灣的Nike 還有LOS 就是這一些多一多支的廣告 就是他們公司辦的 那是在很偶然的機會去面試 那當初我是有想說 會不會他們有限制說一定要是本科系的學生 那因為他們只錄取一個 所以我當初去有點擔心 那可是之後他們就是有選我 那我是還滿開心 那在裡面就是我學到的是可能 因為我們會參與他們很多創意的提案 那可能我們會想說 會剛開始會為了創意而創意 所以我們會覺得 那我們這個商品宣傳方式 要跟大家都不一樣 那之後我們才就是 他們有就是裡面的 再知道我們沒有告訴我們 其實創意是建立在 讓商品變得更好之上 就是創意是要可實行的才叫做創意 不是為了搞怪 為了把東西變得很奇怪 很不一樣才叫做創意 它是一個讓東西變得更好的階段 那就是我介紹一下我們私團 那為什麼叫麵包術呢 就是很熱熱的疑問 是因為大家應該都有那種經驗 就是可能你走過麵包店 然後聞到那種剛出入麵包的味道 就覺得好幸福喔 就覺得很溫暖 那我是希望我的圖和文字 都可以帶給大家這種感覺 那所以我把粉絲團叫做麵包術 那剛開始為什麼會用童話 就是其實我覺得是很多的巧含 我粉絲團是在我實習那個時候 就是就有辦 然後一直沒有去經營它就是 然後我是到今年就是一月的時候 開始開始換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算是在家 然後想說先試試看 然後是畫了一系列童話的東西 那自己很喜歡 那覺得 就大家反應也不錯 那我是慢慢的畫下來 然後一直做改變 然後到現在變成大家看到的這個樣子 那當然它也不是定型的 就是它之後我還是會再去修改 或是微調可能 因為我會覺得是一個很長的歷程 因為如果是之前的 我可能會覺得畫再版我都不要 那我再辦一個新的粉絲團 那我是就是現在 我會覺得這其實就是一段過程 然後這些足跡是可以被留下來的 好 好 那就是最後跟大家分享一篇 就是 你自己很喜歡的圖文 就是在 我剛辦本身初期那個時候 我圖是這種形式的 那我會去搭配一篇我自己喜歡的文字來分享 那這篇文章 這篇小短文是 我每次看每次都覺得有被鼓勵到的 所以在這裡分享給大家 那 謝謝大家 謝謝一白 然後 就是 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那個Chance 就是馬來文有沒有 他是我們 那個VC的學長 然後 然後呢 所以談一下 就是他在我們戲上超默默 然後就有一天 就知道他是馬來文的那個創始人 就 被嚇到